各位朋友大家好 去年中共二十大刚结束的时候 人们都以为习近平要搞一场大的个人崇拜的大宣传 没想到习近平却在二十大连任之后非常低调 个人崇拜的宣传调子比以前就是习近平连任之前那个调子还要低 那时候习近平不停的强调要抓经济 而且习近平突然放弃动态清零 完全躺平放开 目的就是为了要把经济给抓起来 据香港亚洲周刊爆料 在去年年底北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夕 习近平传出重话 谁不一心一意搞活经济谁下台 而且习近平还向这一届新班子下了死命令 死指标 必须尽一切努力一切方法和手段来完成 今年这个新班子开局之年 首先要全面稳住经济的基本盘 要排除一切噪音 要全面的拼经济 稳就业 稳金融 稳供应 稳产业 稳外资 稳外贸 也就是说现在习近平给这一届新班子下一个全力以赴 拼经济的死命令 而且还要有一个死指标必须要完成的 当时习近平给今年的GDP增长指标定为5%以上 要求各地各部门一定要完成GDP增长5%以上这个死命令 可是最近习近平突然不抓经济了 开始大抓政治了 这几天习近平突然拉高了个人崇拜的大动作 对于独裁者来说 突然拉高搞个人崇拜 往往就是因为当前的局势对他非常不利 只好用这个大搞个人崇拜来掩盖这个不利的局势 来压制反对派的身影 最近习近平突然拉高个人崇拜 就从侧面反映出 当前他面对的形势相当的不妙 我们看一下最近这几天习近平突然拉高个人崇拜的大动作 昨天4月3号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在北京召开 这是一个上万人参加的万人大会 全国各地的各级领导都通过视频参加大会 习近平亲自出席这个学习他本人思想的万人大会 并且还发表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 王沪宁 丁薛祥 李希 还有国家副主席韩正 所有的最高层的领导班子全体出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蔡奇做总结讲话 也就是说为了学习习近平思想 还特别成立了一个中央学习习近平思想的领导小组 由习近平最信任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当组长 同时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习近平 像毛泽东时代那种全民学毛选的事情 肯定那不会再发生了 因为现在老百姓都要赚钱 都知道时间就是金钱 让老百姓花时间去学习近平的习近平选籍 不给钱 大家是不会去学的 但是在中共官场里 这个学习习近平选籍的运动是可以掀起来的 他也不需要给钱 因为是谁如果敢不学 那就是对习近平不忠嘛 那就很可能就要被反腐的名义给拿下来 因此中共的高官们为了自保 他都要去高调的去学习近平选籍 越是危险的人 比如像胡春华这样的废太子 他越要去认真的学 要向习近平表忠来以求自己个人的自保 这次习近平亲自主持召开 学习他本人思想的万人大会 从侧面反映出习近平的权力还是相当的不稳 所以他干的事情都是在干维稳的事情 而不是在干时事 前一段时间习近平还是在抓时事 权力以赴抓经济 把工作的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 可是现在习近平突然放弃抓经济了 开始相反权力以赴去抓政治 召开万人大会 要求全党学习他的习近平思想 这么做不是干扰经济工作吗 因为现在这么一来 各级官员最重要的任务就变成了 学习近平思想了 那么抓经济就要被放到第二位 甚至第三位 这就是典型的政治干扰经济 如果习近平的权力很稳 他不应该也没有必要搞这种干扰经济的思想学习 他应该去全力以赴去抓经济 现在习近平不惜牺牲经济 让全党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学习他的习近平思想 这也就说明习近平本人对中国的经济 他是绝望了 估计现在习近平心里也明白了 这个经济是抓不起来了 因为习近平是下过死命令要抓经济的 现在新冠疫情也过去了 但是经济还是恢复不起来 当然了 中国这个经济也不是绝对恢复不起来 如果是习近平放开管控 给人们自由 那么中国的经济还是有很大潜力的 但问题是习近平绝对要把中国 给控制死了 不能给人们自由 在不给人们自由的情况下 要想把经济提整起来 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再加上国际大环境的变化 美国加紧对中国经济的围堵和脱钩 所以现在中国经济要想提整起来 确实非常非常困难 几乎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这么一来 现在习近平自己心里也明白了 中国的经济他想要抓也是抓不起来了 既然是经济抓不起来了 那么中共的工作重心就没有必要再放在经济上 所以现在习近平要调转头来 把这个中共的工作重心从抓经济改为抓政治 重点的目的就是为了政治维稳 因为越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 人们对当局的不满就越大 为了堵住人们的嘴 让人们不敢说话 习近平突然拉高他的个人崇拜 要发起一场全党全国学习习近平思想的运动 其实他就是一种威慑或者是一种威胁 要警告那些对习近平不满的人 让他们不敢说习近平的坏话 所以习近平就试图发起这个全党全国学习近平思想 这样的个人崇拜的方式 把它提升到一个神圣的高度 让人们像对神一样 对他不敢有任何的不敬 不敢说任何的坏话 以达到一个维稳的目的 当然了 这就是习近平自己个人一厢情愿的事情 事实上他可以发起这一场全党全国学习近平的运动 但是这个运动会不会变成一个走过场 变成一个形式 这个都很难说 而且这样的运动肯定会引来人们更多的反感 因为大家对这种政治学习早就已经非常的厌烦 但是现在习近平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因为经济抓不起来的话 那习近平为了保住他的权力就只有去抓政治了 现在习近平的权力不稳 最大的表现就是他对中共高层的内部矛盾摆不平 现在习近平把这个中共的政党搞得是越来越像黑社会 他自己就成了一个黑帮的老大 而黑帮的老大统治黑帮 他靠的不是法律 而是靠的黑帮自己的帮规 有人以为中共的党章就是中共的帮规 这样的理解就是错的 中共的党章其实和宪法一样都是废纸一张 谁也不会把党章当成一回事 中共的党章里民文规律禁止一切形式的个人崇拜 但是习近平大搞个人崇拜没有任何的约束力 所以中共内部的这个帮规啊都是一个约定成熟的规矩 他不是用文字的形式规定下来的 比如说以前中共有一个七上八下的年龄规定 就是年龄到68岁以上必须退休 这是一个约定成熟的规矩 没有任何的文字规定 在习近平之前 大家都遵守这个不成文的约定成熟的规矩 而现在习近平把这个规矩给破坏了 那破坏了这个黑帮的规矩之后 对于习近平本人来说 这其实是一个新的重大的不稳定因素 一个好的黑帮老大 他能把黑帮的内部的事物摆平 他主要就是靠着建立帮规 一个黑帮如果没有规矩 那就是一盘散沙 根本是没有向心力的 所以一个黑帮 他这个组织运行的好坏 和他这个帮规是很有关系的 一个黑帮组织的帮规很严 纪律很强 这个黑帮组织就会繁荣兴旺 相反一个黑帮组织 它的帮规松散纪律涣散 那么这个黑帮组织 显然就是要走下坡路 就是越来越不行了 当年中共之所以能够打败国民党 能够夺取中国大陆的政权 这跟中共一个严格的党纪党规 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中共在邓小平时代 他的这个党纪党规是越来越松散 党员也越来越涣散 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就想扭转这个中共党纪党规 越来越松散的局面 就开始要抓纪律 要讲规矩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习近平自己却成了 中共的党纪党规的最大破坏者 过去中共党内一些大家共同遵守的约定成熟的规矩 基本上都被习近平给破坏殆尽 一旦中共内部的这些帮规被破坏之后 中共内部没有规矩了 就没有向心力了 那就比以前更加的是一盘散沙了 现在习近平搞这个反腐 也是完全没有规矩的 完全就是凭个人的喜好 想插谁就插谁 想抓谁就抓谁 没有任何的什么规矩可言 这种没有任何规矩的反腐 不但不能建立一个新的规矩 反而越反腐变成越没有规矩 中共这个组织的向心力就越低 中共过去有严明的纪律 有强大的向心力 这也是中共过去成功的经验 过去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 他们虽然没有多少个人魅力 但是当时中共这个政党的向心力 还是比较强的 所以中共还是可以继续发展的 现在习近平破坏了中共的规矩 中共这个政党的向心力就没有了 习近平自己也没有个人魅力 因此中共这个政党可以说 到了历史最弱的时代 更糟糕的是 现在习近平又赶上了中国经济很糟糕 习近平本来想抓经济 把中国经济给提整起来 但是习近平抓来抓去 中国的经济是抓不起来 他自己也是绝望 所以现在习近平突然提高调门 大搞个人崇拜 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破罐子破摔的现象 因为现在抓经济抓不起来了 习近平只好去抓政治 靠政治来维稳了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